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 般若讲座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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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各位念 来 那么常做十方佛 那么常做十方法 那么常做十方身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世智菩萨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诸尊菩萨 谋赫萨 降临加持 我们现在超度小孩 所有的包括外面的不是光我们 好 来 跟我念 神经在主 归三宝 归佛 归法 归身 归佛 归余尊 归身 重宗尊 归佛 不堕地狱 归法 不堕恶鬼 归身 不堕畜生 归佛境 归法境 归身境 归佛境 归法境 归身境 归佛境 归法境 归身境 归佛境 愿他们的法号叫菩提 他们都有法号了 哪怕你有三个小孩 你就记得菩提一 菩提二 菩提三 对不对 至少你要帮他超度 因为你不帮他超度 你将来身体不好 再来你的小孩子身体也会不好 他会找他 但是我们一定要超度 特别我的妈妈 我妈妈也有堕胎两个小孩 她都不讲 她都不跟我讲 我有两个弟弟堕胎 结果后来我妈妈受伤很严重 她才跟我说 哎呀 没办法 但是尽力吧 因为她不想讲 那各位发个愿 我们找机会吃七天素 好不好 七天 你什么时候吃都没关系 七天 因为做这个功德 再加上一些你去寺庙供养米的 功德都给他们 所以来 愿意持功德 回向个人历代祖先 欺世父母 流产胎儿 过去所杀所吃 动物亡魂 造成身 造成身心病苦 家庭事业障碍 所有业力在足 六道孤魂 同德解脱 归衣三宝 好 信念往生 极乐世界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瓶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服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往生尽土 欧阿弥迪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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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度完了 所以各位 我教各位这个 希望各位 你会超度你自己的 进一步 帮别人超度 好不好 帮别人超度 因为那些老菩萨病得要死 然后你帮他身上的冤亲在主超度了 他病就好一半了 因为大部分的病 都是属于冤亲在主 就是堕胎胎儿 或是哪个祖先没超度 或是得癌症的祖父还在受苦 那我们就 我们就为他发愿 为他念佛 做功德给他 这是慈悲 所以我为什么每天都在做功德 我们有一个 希望以后各位也参加 国际万场放生 国际万场焉供 国际百万点灯 我们每天合起来 至少点2万超过 所以半年来已经516万 那各位 你只要这样就得到功德 随喜功德 记住 你虽然没做 随喜别人做了 就好 那你就同样的功德 其实相信佛陀讲了 别人做功德 你只要从内心边随喜 那你功德跟他一样 但是我们得到这个功德 不是为自己 是为了回向更苦的众生 好不好 所以各位 你到医院门口 你停5分钟 随喜世界上 造佛下 建佛塔 供养出家人 点灯 慈悲 普皆随喜 那你累积这个功德 回向医院里面的人 回向医院里面 所有的冤亲在住死亡者 回向魂牧去 所以我们那一天 特别跑到 联合国 什么 釜山联合国的军人 魂牧 哇 那个管理员很凶啊 他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撒水也不行 管他了 撒完再说 点香也不行 那个都不行 但是因为他们不了解 但是我们了解 没关系 被你骂我 还可以修忍辱 我们到处帮忙 所以每天我们都买很多面包 那些导游都跑掉 跟你们这一批人 太没面子了 没面包丢到盒里面 导游跑掉 他免得被骂 他不会骂你们外国人 骂我们导游 但是我跟他说 没关系 久久骂一次 因为佛所说的 不思功德很大 还不如守戒律 不思慈戒的功德更大 还不如忍辱的功德 你被骂有功德 所以忍辱的功德超过 不思慈戒 所以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希望有福报 不要生气 好不好 不要生气 如果你爱生气 不修忍辱 那你呢 念一下 一念称心起 一念称心起 火烧功德灵 火烧功德灵 做了功德就没有了 因为你生气了 所以佛要我们 念一下 不思德大富 不思德大富 持戒得升天 持戒得升天 忍辱向庄严 忍辱向庄严 所以一个人 又有钱 又地位高 外表好看 因为不思慈戒 忍辱都修好了 特别修忍辱的功德 超过不思慈戒 所以大乘佛教要求我们慈悲 慈悲的人不能生气 不能恨别人 哪一天你朋友倒你钱不还你 你男朋友外面又女朋友 忍吧 修福报吧 修功德吧 因为 念一下 一切都假的 一切都假的 佛陀讲的 凡所有相都是虚幻 念一下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世观 佛陀讲 一切世间存在的一切 包括身体 爱情 事业 都是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幻化的存在 没有永恒真实的存在 所以各位这一点你要记住 所以没有一样是真实存在的 不要对它有所求 它会变的 它改 它不能控制的 所以念一下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有受皆苦 听到了没有 诸行无常 一切都会变的 诸法无我 你压不住的 有受皆苦 你追求什么都会痛苦的 这一点佛教我们看清楚 所以释迦牟尼佛四线出家 韩国有这么多出家人 出离这些执着 接受变化 好不好 所以忍受一切 接受变化 这叫什么 来 一切随缘 随缘吧 对方说我钱不还你 随缘 不然怎么办 随缘就是因为有这个夜报 我欢喜接受 今天你不还我 一定我不还我的夜报 我心甘情愿 今天我的车子被撞了 随缘 今天我生病了 这也是我的因缘 我过去杀身吃肉 没有超度 所以我生病了 这叫随缘 随缘 所以随缘是一个积极的力量 然后再去改变它 再去修功德 忏悔修功德改变 这是佛教的重点 好 我不用讲太长 各位就了解 学佛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 相信因果 持戒不失 在家要做到孝顺父母 仇度祖先 爱护家庭 但是这个叫持戒 戒就是不要伤害别人 不要不孝父母 我请问各位 爸爸妈妈年纪大了 可以送他去老人院吗 不孝 除非你爸妈说我要去 我喜欢那边 我讨厌跟你们在一起 我要去念佛多好 但是如果你把你爸妈 强迫送去老人院 不孝 但是现在的社会已经变了 好像把爸爸妈妈 我去欧美 他们那些老人家 自动到老人院报到 为什么 因为子女都不在 对不对 他们的社会 18岁就把子女赶出去 谁孝顺她 自己去老人院嘛 好在国家的福利好 对不对 他们的所有收入 扣税金 那他们可以去那边养老 但是如果你中国人 你把爸妈送去老人院 他会哭 他不喜欢 所以各位 这个叫戒律 孝顺父母 超度祖先 帮助贫穷 互持三宝 那你会有世间的福报 来世也升天 好不好 所以命运掌控在你手里面 第二个 要追求什么 来 追求解脱 追求解脱 那你如何解脱 要消除我质 不要太傲慢 我我我 请问这个我是真实存在的吗 麦克风是由非麦克风的元素组成的 是这些零件 没有真实的麦克风存在 我是由非我的元素组成的 没有山 没有水 没有食物 没有阳光 我们能不能活 没有韩国 可不可以活 不行的 所以离开外界的事物 世界 我们不能单独存在的 试试看 开始 三分钟不要呼吸 好不好 死光光 你就知道 我们活着没有空气都不行 空气从太阳照到树来的 所以太阳树空气 都是我们生命的母亲 所以这个世间没有单独存在的生命 一切的生命是互相结合互相影响的 这个叫空性 空不是没有 离开你就没有我 好不好 离开太阳离开水就没有我们的存在 要有这个空性的解脱 是人不能自私 多种树 肺部也好 空气也好 不要破坏水质 或者汉浆的水质 听说可以喝太好了 不要破坏别人 破坏别人就是破坏自己 所以要有这个空性的智慧 不要有自私的我 第三个 你可以讲 慈悲心 愿成佛 普度众生 各位要发愿 学地藏王菩萨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好不好 学观音菩萨 旧苦旧难 没有痛苦 他的轮回才停止 那你就要发愿成佛 成佛最好的方便是什么 一心念佛 信愿往生 极乐世界 所以各位要对阿弥陀佛 对极乐世界有信心 而且要发愿 大家将来都往生极乐世界 好不好 要发愿 发愿以后 平常多念佛 再来多做功德 因为你要往生极乐世界 有九品极乐世界 不要再下品中品 那太久了 你一定要上品往生 上品往生 各位要发菩提心 广做功德 一方面消业障 二方面做功德 三方面慈悲 带着大家做善事念佛 然后就可以上品上身极乐世界 那你去极乐世界再来 就自由了 不怕死了 为什么 去极乐世界再来 这个身体变假的 因为你有空性 你只是借用这个生老病死 轮回来利益众生 你不会怕苦 如果你没有去极乐世界 没有空性 很怕死 很怕得癌症 要解吗 很怕脚断掉 你会担心的要死 因为你有一个强烈的我 我的存在 没有空性 所以佛教你们要解脱 各位要有无我的空性 你对万事万物的变化 不会起心动念 很简单 就像最近 台湾媒体一直在讲我 海刀法师说 你回家 刚好门打开 看到你老公 跟别的女人在睡觉 那你就关起来 哦 假的 OK 这个叫空性 了解吗 因为你已经平静了 你可以随缘 这个就是 超越痛苦最好的方法 这不是一般人做到 你房间里面的那一幕是真的 但是那种真的也是个幻化的 你的心态情绪 你的感受也是假的 无受想形式嘛 各位读心经 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形式 受就是身体 受想形式就是你的感情心情 都是暂时假的存在 不是永恒的 如果你有这个智慧 那你就不会提心动念 如果你没有这个智慧 哦 你会发疯 你搞不好把你老公杀了 你把女人给杀了 对不对 因为你会发疯的 怎么可以别人占有我的爱情 占有我的金钱 因为你觉得那个是我的 所以各位你要得到究竟的解脱 一定要有 念一下 剥热智慧 剥热智慧 剥除我直 了解一切存在 都是虚幻的 假的 平等的 健康跟癌症是平等的 那你就没无所谓了 哦 我喜欢健康 不喜欢生病 那你就会痛苦 那你一没有空性 你就不敢来轮回 你会怕死 所以观世音菩萨 很多大菩萨 慈行 趁愿再来 对不对 愿意再回来轮回 就像你没有犯罪 但是你宁可到监狱 跟他们关在一起 跟他们生活 度他们 但是你内心好快乐 做义工好快乐 对不对 虽然没有钱拿 你做义工好快乐 那做个菩萨要有这个空性 无我 还要大悲心 不退转 那你才能够 最后成佛度众生 那最好的方法 就是来 信愿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正的空性 不退大悲 回向娑婆 潑度众生 离苦得乐 这就是大乘佛教的教育 大家都发菩提心 求生净土 趁愿再来 好不好 以后大家都是活佛 都是仁波切 默默的利益众生 不凡视线出家人 神父 牧师 修女 老板 国王都没关系 观音菩萨就是表演 利益众生的方法 好 就跟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有问题吗 都可以问了 只要问的是好事 都没关系 做生意好不好 女儿要结婚了 这个适不适合 台湾人都问了 对不对 适合 适合他就可以建议好 对不对 慢慢你有信心了 你就可以知道 用什么方法帮助 你会有信心 他生病 我帮你念钥匙经 不会念没关系 那我帮你布施药给穷人 老人医院 这样 或是人家建医院 我也布施一点钱 这个功德回向给你 因为你 他生病 你帮他布施药的功德 回向给他 他就得到了 那你了解怎么帮助他 那有些事 你念老半天都没用 为什么 他没衣服穿 所以我们在超度会布施衣服 那如果你各位没有衣服 很简单 你就把衣服拿去老人医院 孤儿医院送给他们家 讲到衣服有一点很重要 如果你的女儿怕被抢保 现在男人很坏 怎么办 那缅甸佛教 要拿一件漂亮的衣服 新的去供养在观音菩萨面前 然后这衣服再送给别人 这个女孩子的身体永远不会被欺负 这佛教的方法 那如果爸爸生病了 那你把爸爸的旧的衣服 洗好弄干净 送给其他的老人穿 其他老人穿的衣服健康 爸爸的身体就会健康 送衣服给老人 其他老人 生病的人身体容易好 那这些佛教 我们将来会印很多这方面 最好各位帮忙 也把它翻成韩文 好不好 然后我们也会请杜师姐帮忙 这些书进来 大家多看都很浅 但是佛教是慈悲 不是为了浅 都没有金钱的压力 能够去看 能够去推广 最重要 慈悲才是寺庙 真正的法 不见得在寺庙里面 在慈悲心里面 你能够修慈悲心 相信因果 那你永远在道场里面 这个比较重要 但是我们不要去要求别人说 那个道场好 那个道场不好 不能这样讲 讲这样不好 我们自己好比较重要 慢慢影响别人 但是各位要多听佛法 就像各位今天听一听 对你总有一点帮助 了解佛教的观念 好 有问题吗 那是没办法 那是因为兼顾你的礼拜天 但是提前做可以 提前还可以 就是说你要提前帮你做 但是他超度不超度 是在第一期或第二期决定的 他们要投胎升天 或者是在第一期或第二期 第三期决定的 这样子 所以当然你提前做 没关系 提前帮他做功德 但是我刚刚讲 做功德 不要光依靠出家人 出家人我们供养 但是你其他要自己做功德 要发愿去做 做功德 每个地方都需要功德 撒撒米给鸟给鱼 到市场念阿弥陀佛功德很大 到海鲜市场 那天我们去釜山 哇 那个海鲜市场 全部出家人都去念 帮忙念 然后大家把钱都掏光了 就几只算几只 韩国就来就去 好像螃蟹最便宜 一盒螃蟹 21只 25块美金 100块美金 可以买四盒 四盒 84只螃蟹 对不对 螃蟹放在海里面 淡水的放淡水 海水的放淡水 各自去做功德 比较大 好 还有问题吗 你们问一下 超度 如果说人往生 49天之内力量最大 但是如果超过49天 一样可以超度 不分时间 超度的意义是 让它脱离第一轨道出生道 这叫超度 但是这还不够 现在各位要求 除了脱离第一道轨道出生道 希望它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你们做功德回降给他 帮他念阿弥陀经 帮他念阿弥陀佛 希望他跟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 这是最好的超度 好 好 就是因为年纪稍微大的 师傅都是可能懂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年轻人嘛 刚刚接触佛学的 也就是您 对于年轻人在韩国 接触佛学 您带来很多的书籍 以后我们如果在师傅不在的时候 自己从什么样的一个起步学习 或者在网上看一些什么样的视频 可以对我们有帮助 第二个就是韩国这个地方 因为餐厅很多都是荤食 没有素食 如果像刚才您建议的 大家发愿吃七天素 但是他们要上班的话 这个比如说吧 就是我把那个泡菜汤 把肉去掉 可以做到 但是他有时候会放一些大蒜 葱啊 这是韩国菜里面都会有的 这些情况 我们会有什么方法学习 好 第一个问题 我们会尽量把这些佛教的书 特别是漫画书 动画书 比较浅的 佛法没有深跟浅 佛法是能够用就是佛法 而不是说我在表演我很深 所以能够用在生命上 能够帮助别人就是佛法 所以我们会尽量寄过来 只是说你们看了 然后觉得很不错 也会印给别人 只是免费送比较好 真理不要买卖 就是免费送给人家 但是最重要的对世间人 年轻人他要求什么 我要健康 我要漂亮 我要有钱 所以这个你就要跟他谈因果 因果 要漂亮 刚刚讲的多送花 不要生气就漂亮 要有漂亮衣服穿 送给人家衣服 或供养袈裟 这些方法很容易 他们也会觉得很实用 很实用的方法 然后从因果开始相信 第二个追求心理的解脱 第三个追求慈悲心的修行方法 这也不是很困难 所以也希望大家发心 也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很好的 麻烦你透过网路 现在因为很多韩国的佛教徒 加入我的Facebook 我也不知道他们看不懂 他们干嘛要加入 但是一直要我按家朋友 结果都是韩文 我也看不懂 但是问题是他觉得佛法很好 所以我想各位在韩国 我们最近有翻译一本 慈悲心 慈悲心 但是这边不知道有没有 如果有 如果还有一两本 先把那个翻成Facebook 对不对 网路嘛 一张相片 一个法语 很多很多 你们连线到中国的佛教网 佛门网 那个资料太多了 有时候你看看不完 但是基本上你愿意去接触就有机会 我认为真理就在你身边 只是你没有去发觉而已 如果你去发觉 你会发觉 处处都是真理 所以慈悲不用跑到很远的地方 都在你左右 就是慈悲了 你在念佛 替隔壁念 替楼上念 那这个就是慈悲 第三个吃素的问题 我想这是个人问题 你愿意突破 一定可以突破 自己不想突破 借口多一点 就像我天天在世界跑来跑去的人 我天天都在吃素 为什么我都自己带着 简单的 再没有 我有白饭加苹果 OK了 我想 寧可 寧可 慈悲也不愿意去伤害对方 这些冲蒜的问题 是因为韩国教育还做得不够 也是我们必须把经典翻成韩文 吃素的人不能吃冲蒜 因为吃冲蒜 吃多了 吃多会起真正心 煮熟吃会起贪欲心 吃葱蒜 嘴巴会负着魔鬼 没办法念经 念经会咳嗽 所以你真的要吃素 那天不能吃肉 不能吃鸡蛋 有些人说 这个鸡蛋 没交配的 那你要问母鸡才知道 母鸡生鸡蛋很痛苦的 就像你们做过女人 生一个小孩 两个小孩就够痛苦了 那个母鸡生完蛋 她不到一岁半就被杀掉了 小公鸡生下来 马上就杀掉了 为了人类要吃鸡蛋 所以造成这么多痛苦 所以不慈悲 就像燕窝一样 燕窝是燕子的窝 蜂蜜也是燕子的 蜜蜂的结晶 等于我们人类偷盗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就不吃了 所以牛奶有人喝 有人没喝 但是如果你喝牛奶 至少感恩的心 但是不要把牛奶当饮料 因为那些母牛很痛苦 为了要生 为了要孵牛奶 把他小牛给杀了 然后人类来抢他的牛奶 佛教里面要我们去思考 它的来源是对还错 如果错了 就不慈悲 就不吃 就算这个蔬菜 是蔬菜人家偷来的 那不吃 因为偷来的 对不对 不是合理管道来的 不清净的 我们也不吃 所以我想 当然最好的方法 是各位在 开一个素食店 给人方便 餐厅 像我们餐厅 台湾都会辅导 粗衣食物煮罗汉灾 就是一碗素的 大家就会来吃了 慢慢慢慢慢慢 事实上 开素食 现在也在欧美国家 素食很流行的 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难行人行 就算开素食店 开到导店 功德无量 但是简单的 不是太大的问题 不是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吃素 佛经有说 吃素的人 生生世世 生在富贵 清净 有自由 智慧的地方 所以你好好分析一下 有些生在不自由的地方 有些生在战争的地方 有些生在贫穷的地方 但是吃素的人 他生生世世 有这个富贵 至少来世生天 因为天上不吃肉了 天上的神不需要吃肉了 天上吃的是甘露 天上的人吃东西 不用大小便的 多快乐 天上的人不用洗澡的 因为他们有这个吃素 不失孝顺的功德 所以我想各位呢 吃肉是一种欲望吧 欲望 葱蒜也是一种欲望 就像你现在不抽烟了 你会觉得别人抽烟很臭 当时你在抽烟的时候 会觉得那个香 明明是抽烟 它就叫香烟 所以 那没办法 所以我们闻到肉 自然会吐 因为你有悲心了 你就吞不下去 如果你有在打坐修行的人 你吃到葱蒜 没办法睡觉 全身不舒服的 如果你现在吃葱蒜 但还觉得很舒服 代表身上鬼还不少 相应一塌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你已经过了那个阶段 你自己就了解 所以谢谢你的问题 如何把佛法浅化 生活化 年轻化 现代化 很重要 不能在佛教再太过于古板 古板也可以留着 但是要放一些现代化 不然古板大家没人学佛了 基督教多快乐 可以唱歌又可以跳舞 佛教各个这么严肃 出家人又不笑 又太严肃 看到人又骂人 所以佛法要慈悲 慈悲用什么方法接引众生 这个比较重要 然后我觉得我们是华人很有福报 因为我们懂中文 各位又在韩国又懂韩文 所以应该做一个管道 古时候的韩国人跑到中国唐朝 像慈藏法师 他们是终于学中文吧 把中国佛教带进来 所以他们还保留了中国的文字 中国的仪轨 但是很可惜 现在 各位现在又懂中文 又懂韩文 又是个佛教徒 基本上 学佛做一个菩萨 要有什么 念一下 使命感 责论感 我想慈悲不是讲在嘴巴 它是一种承担 一种使命 一种生命的责任 我对整个人类 特别现在在韩国 的人类有使命感 部分他是天主教 基督教佛教 我们都要帮助他 虽然他不信佛 但是我要把功德回向给他 要这个意思 就像刚刚我们在超度 对方不信佛 我也要帮他超度 所以我每次坐飞机 我都会讲 我都很认真 睡觉的人帮他超度 对不对 帮他消灾 帮他超度 不分宗教 他吃掉的肉 帮他超度 这样就不会浪费 坐飞机的时间 然后呢 不管是空服言 正驾驶 你都要回向给他 那这样就非常有意义 所以说 咒是超过语言文字的 所以念咒 不管你是讲韩文 讲中文 对对方都有帮助 不光是对方 是鬼道动物 对对方都有帮助 也因为如此 我们会练习很多咒 那各位 如果很多咒不会 那就问我们 拿王康布 他都有传承 你要问哪一个咒 他念一遍给你 然后你就会念 你就可以把这个咒拿来用 好 我们来回向 各位请注意 每一次你拜完佛 做什么完 最后的功德 像各位这两个钟头 这么认真 都没有做坏事 听佛法 这个功德要布施出去 布施给地狱道 鬼道 供养诸佛 所以叫回向 回向很重要 我再讲一次 来 自己的功德要回向给众生 别人做功德 我们随喜 还没有做的 我们要发愿 要发愿 我们发愿 要推广 所以我这一次来 我主动来决定 要请我们 杜师姐 各位将来给大家 找一个地方 或借或租 成立一个小小的中心 好不好 然后全部的书 我们就寄过来 寄过来 免费的 结缘品 烟共香 各位帮忙拿去送给人家 好不好 送给人家就好了 平常各位多做功德 傻傻汉江的鱼吃丝 鸟吃丝 对不对 加入国际烟共 国际万产烟共 点三字香就算一场 对不对 三字香点在你的树下 你的窗户外面 念念仪轨 仪轨下回来 我们也会寄过来 至少你会念 再念是 翁阿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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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三本来三本来翁 翁阿翁 翁阿翁 然后你就开始念 翁阿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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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阿翁阿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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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水果 因为六道众生 都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 要生起爸爸妈妈的感受 以这个感受来对待所有六道众生 学佛不分在家出家 观世音菩萨视线在家 地藏王菩萨视线出家 意思不分在家出家 只要大家有一个悲心菩提心 都可以利益众生 所以把今天的功德回向给整个法界 法界比世界还大 人的世界是法界里面一个小小的部分 所以我们都回向 愿意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父母祖先恩 上报所有众生恩 上报国家社会恩 上报三宝加持恩 下记地狱苦 下记恶鬼苦 下记畜生苦 回向所有堕胎流产胎儿 一切生病苦者 若有见闻者 西法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国 我们集合大家的力量 念几遍观世音菩萨 回向给所有人 消灾严寿事业顺利 观音菩萨救苦救难 你也看到爸爸妈妈家庭都很快乐 来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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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念 愿消三藏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惜消除 事事常行菩萨道 现在我们念阿弥陀佛 各位韩国哪里有发生过自杀 死亡车祸 水灾火灾 昏幕区 都像我们爸爸妈妈 也看到我们爸爸妈妈 往生的 祖父祖母往生的 都坐在莲华 得到超度 部分韩国人 华人 北朝鲜人 动物 都坐在莲华 他们只要坐在莲华 外表就跟阿弥陀佛一样 发光 讲你阿弥陀佛 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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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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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土法门最重要的就是相信跟发愿 相信阿弥陀佛 相信极乐世界 有发愿将来一定会往生 哪怕灵命中一个念头 所以各位人往生的你帮他祝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告诉他极乐 他只要相信其中一个念头 他就往生了 所以信愿有相信有愿力 我们也有在念佛平常做善事 往生是必然的 所以也希望父母祖先六道轮回有情 同生净土跟我念 愿神西方净土中 酒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无身 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四至菩萨 南无大远地藏王菩萨 好 法会圆满 可以去给家里人吸一下他得到今天的功德 给你的朋友都吸一下 完了以后再把这个花 看要埋在或是放在河里面 都可以 或是如果他有生病 除了吸一下 拍拍他生病的地方 拍拍他生病 然后各位等一下这边有书 也多拿回去看 你看完还不够 积极的推广 好不好 能够在韩国印就在印 我们都免费的 没有版权的 然后呢 或是我们台湾寄过来 好 谢谢大家 好 il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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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Hello, I'm Dr. Jun Yu Yan This New Year, if you attend large events or family gatherings, please follow COVID guidelines Remember, at large events, please wear a face mask and follow the organizers' prevention guidelines follow out, follow all COVID measures Let's stay safe together as we welcome the new year 乌鸦和红嘴蓝雀 虽然同属鸟缸中雀形木的鸭科 从分类上说属于血缘相近的亲戚 但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小柯 却认为乌鸦是一种很不吉利的鸟 会带来霉运的 小柯,今年暑假 你可要在爷爷家多住几天哦 爷爷,你就放心吧 这次我可打算住到开学才回去呢 那就好,那就好 哎呀,我们的邻居也在欢迎你呢 爷爷,你怎么能让乌鸦在这里竹巢啊 整天听他们哇哇的叫声实在太晦气了 晦气?这有什么晦气呢 爷爷,我们那里的人都说乌鸦吵你叫一声 就会碰到倒霉事 你怎么还信这个 那都是大家对乌鸦的偏见 其实乌鸦是非常重情义的鸟儿 对了,不是有个词叫做乌鸦反哺吗 那么有效性的鸟儿怎么能和晦气联系在一起呢 然而让小柯没想到的是 这些乌鸦不但叫声吵人 而且还偷东西 专门偷那些在太阳底下会闪闪发光的东西 小柯的原子笔为此已经丢了三四只了 哼,你这个小偷我绝不会放过你的 说着,他捡起了地上的石头 朝乌鸦巢穴扔去 石头一下子砸中了巢穴 树上的乌鸦从巢里飞了出来 他在小柯头顶一边盘旋着 一边哇哇地叫着 很快,几只乌鸦从四周飞来 他们一起在小柯头顶盘旋着 哎呀,你还叫来同伴来帮忙啊 你以为我会怕你们吗 说着,小柯又捡起地上的石头朝空中的那些乌鸦扔去 可石头哪里能打中他们 而乌鸦则在空中一翘尾巴 一坨鸟粿落在了小柯的头上 哎呀,好臭啊 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 爷爷,你能不能帮我找一根长竹竿啊 哦,小柯,你要长竹竿干干嘛 我要把屋外的那个乌鸦窝给捅下来 哼,他们今天竟然在我头上拉屎 是吗,你是不是得罪他们了 要知道乌鸦是最懂得感恩的 当然也是会记仇的 你对他好,他会报恩 你伤害了他,他就一定要报仇 谁让他偷我的笔呢 乌鸦就是这样的 喜欢收集一些亮晶晶的东西 好了,爷爷再给你买一些 不要再和他闹别扭了 我们家的那只乌鸦刚生了一窝小乌鸦 你那些笔就当送给他们的礼物吧 听了爷爷话的小柯 经过一阵子的观察 果然看到那棵大树的乌鸦巢里 多了几只小乌鸦 或许是因为上次的那场冲突 也或许是因为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总之,每次小柯从树下路过的时候 那只乌鸦总是警惕地在其上空盘旋 吓得小柯从那以后只能绕开那棵大树 转眼间,半个月过去了 小柯正在屋内和邻居小德在一起下棋 突然,一阵嘹亮的鸟叫声传进了屋子 哦,什么鸟叫得那么好听啊 是啊,我们出去看看吧 好漂亮的鸟啊 你知道那是什么鸟吗 哎呀,那是红嘴蓝鹊 不知道哪只鸟又要倒霉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哪只鸟又要倒霉了 红嘴蓝鹊虽然长得漂亮 但它们却是极其残忍的 因为它们的习性是攻击其他鸟的巢 并掠食其他鸟类的蛋或幼鸟 不好,它们发现了乌鸦的巢穴 大乌鸦刚刚飞出去寻找食物 巢穴里现在只剩下了小乌鸦 是吗,那样不是正好吗 这群漂亮的鸟赶走乌鸦 将家安在这里的话 那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些美丽的鸟儿 听到它们婉转的歌声 那样多好啊 你说什么啊 乌鸦虽然长得难看 但它重情重义 红嘴蓝鹊虽然漂亮 但却卑鄙无耻 你怎么能让这种鸟成为我们的邻居呢 说话间 红嘴蓝鹊便朝着乌鸦的巢穴发起了攻击 虽然巢穴里那些小乌鸦稚嫩的翅膀还没发育完整 但为了逃生 那些小乌鸦只能纷纷不顾一切地从树上往下跳 小乌鸦拼命地拍打着翅膀 虽然不能飞起来 但降低了落下的速度 让它们不至于摔死在地面 快 我们去帮帮它们 这些小乌鸦都已经摔下来了 我们还能帮它们什么 如果我们不帮它们的话 红嘴蓝鹊会将那些小乌鸦咬死的 啊 走开 走开 你们这些家伙也太残忍了吧 它们还都是小孩子呢 小柯 你小心一点 红嘴蓝鹊有时候连人类都攻击呢 攻击人类 它们还有这么大的胆子啊 就在这时候 空中传来了一阵乌鸦的哇哇声 小柯抬头朝空中看去 去见乌鸦妈妈飞回来了 它看到那群红嘴蓝鹊后 立刻大声叫了起来 接着 众多乌鸦 从四面八方聚集了过来 太好了 乌鸦们都来帮忙了 它们就是这么的重情义 只要一家有难 大家都会赶来支援的 那几只红嘴蓝鹊 哪里是这群乌鸦大军的对手 很快它们便被赶走了 这群乌鸦真是厉害啊 你看到没有 刚才它们竟然还使用了包夹战术呢 当然了 乌鸦的智商可是非常高的 哎呀 它不会又要往我身上拉屎吧 不要害怕 它只是在向我们表示感谢呢 是吗 它是在感谢我 没想到这些乌鸦还真的挺懂事啊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好事做到底 把这些小乌鸦给送到树上吧 嗯 我这就找梯子来 大树下 小德扶着梯子 小柯站在梯子上 将一只只小乌鸦放回了巢穴里 她一眼看到了巢穴里原子笔还有硬币 钮扣等亮晶晶的东西 看来乌鸦妈妈是用这些东西 给自己的宝宝装饰房间啊 好吧 这原子笔就送你们了 哈哈哈哈 经历了这件事后 小柯和乌鸦邻居成为了好朋友 不得不说乌鸦的记忆力非常棒 有时候她在山林里 遇到了采野山菇的小柯小德 也能一下子认出来 并飞过去和他们打招呼 这里的野山菇都被我们采完了 看来得换个新地方了 是啊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那片地方有段时间没去看了 小柯 你看这里的野山菇好多啊 太棒了 爷爷看到这些野山菇 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小柯你看 那树上还长着一个林芝 林芝 太棒了 让我爬上去踩下来 给爷爷吃补补身体的 但让小柯想不到的是 这棵树上有一个鸟巢 而这鸟巢现在的主人 正是那天袭击乌鸦巢穴的红嘴蓝雀 正在巢里孵蛋的她 看到小柯后 立刻大叫 换来同伴吵起猛烈的攻击 哎呀 好痛啊 小柯 小心啊 可千万别让他们 啄到你的眼睛 怎么朝我飞来了呢 哎呀 这群家伙疯了吗 他们也打算攻击我吗 树上上 那只大个头的红嘴蓝雀 依旧不停地叫着 越来越多的红嘴蓝雀 朝这里飞来 一直朝向小柯啄着 怎么来了这么多 这些家伙也会团体作战啊 哎呀 好痛啊 我们今天不会被这群鸟给咬伤吧 那不是我的乌鸦邻居吗 小柯完全被困住了 他一只手护着眼睛 另一只手紧紧抓着树干 一步都不敢动 只能忍受着那群鸟的攻击 就在这时候 空中那只乌鸦也俯冲了下来 他朝着攻击小柯的那些鸟 狠狠地啄去 小柯 这是我们的乌鸦邻居 他来帮我们了 可是 他自己哪里是这些鸟的对手啊 哎呀 乌鸦 怎么来了那么多的乌鸦 越来越多的乌鸦聚集过来 并朝着那群红嘴蓝雀发起进攻 他们英勇无比 很快便将那群红嘴蓝雀给赶跑了 只有那只乌鸦邻居留下来 在小柯身旁盘旋着 小柯 你没事吧 没事 不过多亏了那群乌鸦的及时到来 否则我们今天真的会很危险 是乌鸦邻居救了我们 谢谢你 今天真的太感谢你了 呼声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摩合波子波罗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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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